我就是化工系的學生 今天呢 我就要來介紹化工系的生活 學生的生活 來喔 看一下 我們化工系所在追求的就是 永續工程 綠色永續工程 有沒有環保 我這一身穿著 大家可以馬上發現 我就是化工系的學生 什麼叫綠色永續工程 重點就是 在那個生產過程中 近一點近一點 在生產過程中 會有一些 做出物質 會有一些污染 然後浪費 當然還有你需要產品 綠色永續工程 講究就是說 要把你的產品 有環保 環保的 做出環保產品 不但可以提供更多機會 還可以有更高的利益 除此之外 還有 對環境更好 對環境更好 這是最重要的 然後呢 我介紹一個 我介紹一個 西部 什麼是西部呢 下一張同影片 什麼是西部 西部 要怎麼應用成 有綠色的工程呢 我們再靠近一點 可以再靠近一點 我們看到左上角 不是有一個吹風機嗎 對不對 有吹風機 有吹風機 吹風機 吹風機代表什麼呢 吹風機 西部 西部是什麼 西部是這樣子啊 兩個原子 進捷 進捷會怎樣 放出能量 你不懂 吸熱 吸熱會怎樣 吸熱不是可以打斷進捷嗎 所以 西部是 放出能量 所以 所以低溫有力放熱 對 低溫有力放熱 所以這個 風乳呢 它是保持在低溫狀態 然後灰塵進來 這邊就會 就會 就會被西部 接著 這些灰塵 到這邊 吸附以後 然後 我們用熱 讓它把那個灰塵給排掉 對 那個灰塵排掉以後 然後這邊燃燒 燃燒又繼續 可以提供熱風 所以這個可以不斷吸附 然後排掉 吸附排掉 吸附排掉 對 就是這樣 我今天介紹一些名詞的解釋好了 名詞的解釋 我要介紹哪些呢 欸對 就是下一張留言 然後 LCD跟LED 什麼是LCD跟LED啊 下一張影片 LCD 它的 它就是 液晶顯示器 就是Liquid Crystal Display 沒錯沒錯 然後什麼是LED呢 LED就是 發光二極底 Light Imaging DDD Diode Diode 對對對 沒錯 啊 啊 啊 LED又有分兩種 像是什麼啊 OLED跟 PLED 啊 OLED不是 OL的過去式喔 OLED是 有機發光二極底 從過去回來了 有機發光二極底 就是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al 然後 PLED是什麼 PLED是什麼 不是PL 的過去式喔 也不是LP的過去式喔 是高分子發光二極底 嗯 Polymer Light Emitting Dial Yeah Thank you for listening